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成長的心理的陰影 所以他變成說 他只有燉到這種酒精裡面 他才可以跟他有一點脫離 不然他永遠 把持不住那個東西 然後他又是個藝人 我又要做 也符合大家期待的事情 那個是一個煎熬 壓力更大 對 他不是去 他就是去 他就一直被爆出來 他在那個河岸留言 就是喝醉酒 然後有疑似打人的 那是一個 那後來又傳一個 就是他去林志穎的婚禮 對 然後也在那邊喝酒鬧事 那最主要是因為兩個小孩都在 然後讓他老婆覺得好丟臉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你要改了嘛 因為喝酒 其實你小喝一姓嘛 那他每次都要喝到 據說啦 我是不知道曹葛酒量好不好 但是據說 有人講說他不過喝幾瓶啤酒 就可以這樣了 那你想想看 他如果是喝洋酒或是紅酒 那還得了 那就說他在林志穎的婚禮上面 這個是水果日報寫的 就是說根據在現場的人描述是 你想想看喔 這麼多人雖然都是好朋友 可是你這樣一喝酒一鬧 別人還是會覺得人家結婚耶 婚禮 你這樣是不是有點不尊重住人家 對 然後還說最後用什麼樣的方法 因為他在現場不走嘛 要把他拉走他不走嘛 最後就只好把他灌醉 讓他醉到不省人事 然後再抬走 對 然後再抬走 那就是說因為在那樣子的場合 因為老婆也去了 小孩也在 老婆就覺得好丟臉喔 為什麼你都說要改都改不了 所以才會有說 傳一個消息出來說 如果你再不改我就要跟你離婚了這樣 那他自己在他的 就是微博還是臉書上面他有寫啦 他就說他也很氣他自己這樣 可是 就是 就是不是久的問題 他覺得是他的腦袋 他也跟他的心理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太太才會覺得說 應該是說那你要去找人戒酒嘛 你要去找人幫你戒酒 因為有專門在戒酒 戒酒的單位嘛 但是他太太講的不是叫他去戒酒 心理層面的問題 是叫他要去看醫生 是要去看醫生 然後把你 他剛剛那個陰影挖出來解決 對 把你的這個 精神上面的這個東西把它解決嘛 那你 但是你不能 你一個工作人物 你不能說因為我精神有問題 因為我心理有問題 所以我就每次喝酒出包 如果他說他不戒酒 我說實在 曹葛還會有下一次 是啊 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要喝酒還會酒後鬧歲人 這種酒品 就是他已經變成他身體的一部分 就像什麼呢 我們說放心啦 我不會接安眠藥 但是我下次還會繼續吃安眠藥 但是我會醒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你聽到嗎 酒罰到你會變成這樣嘛 但是越來越重而已 安眠藥下去你就是會睡著嘛 你說我安眠藥吃下去 我一定要醒著 這不可能的啦 所以其實它是某種程度 也是心理狀況出問題 只是藉由這個沉溺於酒精 來表現出來 所以其實在婚姻當中裡面 大家都覺得外遇是最恐怖的 其實那個 不是不是 你就是暴力 我真的覺得外遇是最輕微的 對 是短痛 我跟你講 那真的你長期要跟賭婆酗酒 或者是被迫害妄想 對不對 或者是疑心病 對不對 很多老婆每天都懷疑老公 對 每天 那個是比有第三者傷害心更長 是啊 你說那個男人 怎麼跟這樣的女人相處 這樣的女人 怎麼跟這種男人相處 彼此都非常痛苦 我有一個學姐 她已經變態到 她嫁給一個很好的老公 她老公為了要滿足 她可怕的那些疑心病 她把她手機帳號給她 她鑰匙什麼都是她的 然後房地產名字也是她的 然後她的公司的E-mail 家裡的E-mail 微博什麼 全部都給她 然後她隨時可以看她的電話 她都不會生氣 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了 然後她有一次就跟我們講說 她老公做得這麼好 但是她總覺得 就是她有可能會外遇 可是她抓不到 她就覺得她就是有可能會外遇 她可能就是什麼都常好 我說你真的嫁得很好 她老公就說我們認識 真的是一個好老公 你說這個疑心病的壞事是什麼 就是你不到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得真正 結果她多變態你知道嗎 她找了一個她學妹 她的很漂亮 她給她錢 因為那個學妹家裡很沒有錢 她給她錢說 你去勾引我老公 然後你每天要跟我報告 我老公怎麼樣對 她要知道她老公 怎麼拒絕這個美女 她才會安心 於是這個女生 就是每天就去勾引她老公 就是假裝就是什麼東西 不會問她 然後跟她撒嬌 然後問她說 不好 車子壞了 可不可以送我回家走 結果她老公真的就是這麼正直 因為她老公太怕她老婆了 都拒絕 就是不方便 要不然我陪你去叫計程車 我幫你寄好嗎 就是都很純粹 然後她老婆 那個小學妹 就每天來跟我那個學姐報告 她說你老公真的很好 她就不敢碰我 我碰她就趕快移走 然後我叫她送我 她就叫我去坐計程車 就等等之類的 結果她萬萬沒想到 那個小學妹愛上她老公 她覺得她怎麼這麼正直 就是一個這麼man 又帥 然後這麼愛老公 然後她覺得她老公太不幸福了 她覺得這個女的就是 你不應該 她覺得學姐 對 她心裡覺得 你這個學姐你配不上 你配不上這麼好的男人 於是她就說 我不要拿你的錢了 然後她誠實告訴她 我愛上你老公 這個女的就發表 你怎麼可以愛上我 你收了我的錢 後來她就跟她老公承認說 我找了一個 那個女的她不是真的愛你 她是愛錢 因為我都給她錢 她給她記錄說 我都給她錢 你不要真的愛上她 因為她也不是愛你 她是愛我的錢 結果不要看到她老公整個暴怒 她覺得我這麼愛你 我對你這麼好 你竟然不信任我到你 你把我當遊戲 她老公還是一個小老闆 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把我當遊戲 就是你安排這個女生 來我們公司應徵 然後做這麼多 逃色交易 對 逃色交易 後來離婚了 我講一個很恐怖 對不起 插個話 好棒 她自己把一個婚姻弄 她真的把一個婚姻弄掉了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笑她活該 身在福中不舒服 然後現在呢 她現在就是 趕來趕去買到不買 她後來就帶婚 然後就嫁給一個很差的 龍眼兄 我們就叫她 笑她龍眼兄 她就沒有再懷疑了 龍眼兄 你沒什麼好 因為她那個老公就很安全 你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懷疑 夫妻之間 經不起幾次這種懷疑 真的 我覺得人家很不喜歡 沒做了事你一定要說有 有懷疑就不會有愛 因為你是把她當歹徒在看 對 怎麼會愛上歹徒 對 那我現在跟你講一個懷疑30年 懷疑30年 桃園 有一個一對夫妻 這個老婆在嫁給她先生之前 她的男友 名字裡頭有一個藍 藍字 藍色的藍 後來他們結婚之後 當然我再猜 她老公要娶她之前 已經都裝作一副很大方的樣子 但一娶了之後 那種報復的心 或那種疑心病 或控制狂就來了 30年來 來 你看法官判例上面寫 第一 不可以讓老婆穿 老婆不准穿藍色的衣服 小孩也不准 Key版的嗎 小孩也不准 然後呢 因為要跟她的名字避諱 對 甚至她先生講 就說以後我們 也不可以支持藍的 不是 但沒有 她就說我們的子子孫孫 都不准碰藍色 在家中有這樣的規定 因為她名字有個藍 對 就是前男友有個藍字 然後第二個 前男友 不是 我講的 就是她在家裡 她之前不是有個男友嗎 對 藍字裡面有個藍 對 然後再來 她在家裡會跟所有的小孩洗腦 說藍這個字是不好的字 因為藍代表憂鬱不入 所以你們都不准提到藍這個字 那如果有時候不小心 董事會講 比方說就像你剛才講的 對 藍代對決 她就馬上在家裡面 把所有剛剛有講到藍 或者有聽了沒有制止對方的 全部抓起來打 好 結果呢 就這樣 偏培 忍了三十年 崩潰 老婆崩潰 三十年 也太會忍了吧 然後就去住行離婚 結果法官那時候看到自己 看到都覺得快崩潰 覺得這一定要判禮 判了禮之後你知道嗎 她老婆做什麼事 一回家 就這樣換藍色 馬上 穿藍色 穿藍色的褲子 換藍色的窗簾 然後跟我們在受訪的時候 就一直說 藍 藍 我這輩子我要把我沒講過的藍 一次講完 這不是老婆自己小孩子的心 我一直想看 我都覺得 我們今天有一個來賓 也是受害者 他就穿藍色的藍色 而且我還生藍 生藍 好 其實還有就是 除了有時候是 真的要給老公一點面子 可是有時候老公也要給老婆面子 因為 其實這中間是雙方的 互相的一個尊重 對不對 有說像許淳美判禮 那個時候 我們去採訪 許淳美就要告他 對 就好像之前有人講說 那個 某立法委員 小辣椒 洪秀珠委員 他現在是廖委員副院長 那時候也有人就罵對方說 你像洪秀珠 結果對方告到法官那裡去 結果法官判公然無成立 為什麼 這樣到底是侮辱誰 這案例 兩位主持人應該都知道 這太扯了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看的話 那你在侮辱誰 對 洪秀珠可不可以提起國賠 真的可以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做這則新聞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說 有啊 以前也有講 你很宋楚瑜 後來那個也有事啊 對啊 就是我們覺得說這樣對委員 不然他說你比宋楚瑜更甘 對啊 哈哈哈哈 這樣沒錯 我們覺得對委員很不公平 好 那許淳美這個部分呢 是當時是髒話 發生在髒話 那她老公就一直罵她 說長相許淳美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要幫 這個許淳美講句話 因為人的這個外貌 不能用這樣子來評論 這個必須要先講 我覺得美麗每個人認定不同 對 後來整理得很漂亮啊 可是 是 法官就是判準啊 就是說 你一直這樣講你老婆 老婆覺得不舒服 聽了不舒服 你一直講 所以你就是你錯 可是她老公有提出一個 很特別的辯解 她說 我這樣講不對嗎 法官大人 我老婆每天在家裡 每次跟我吵架 她都會說 你不懂啦 我們是高格調 我們是上流 就是她罵她先生 沒水準就對了 她說我是高格調 我是上流社會的人 那因為她講過 她是上流社會的人 然後她才說 你就是那個學侯的 然後才開始罵她去許淳 她就一直講 然後才會 最後就變成一種習慣 她也向法官提出這樣的辯解 你知道後來法官 判賠多少錢嗎 30萬 這個case就判賠30萬 當然裡頭還有一些錯綜 這有力量嗎 有啊 有啊 這邊 所以你就發現說 有時候你 一直在講你老婆的某個綽號 或者你自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 老婆其實是不開心的 其實許淳美是真的有在學佛 因為她說的是淨土中 還是什麼中 我忘記 就是念佛號就可以 就可以成佛的那一派 就是很虔誠的念佛號這樣子 會去 可是我說你每天有念一千遍 她說我不一定都有念到 但是我差額的 差額我都會請我的飛翁 你幫我把它念完 就不知道他們家最後成佛的是誰 她太太講說 我老公這樣講我很沒禮貌 這種人很不尊重對方 可是這句話 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被講的那個名字不是更重要的 許淳美 你要寫佛嗎 許淳美拳就這樣發展出來 許淳美拳就是喊猴子 盒子 佛祖 盒子 猴子 猴子 他不會捲聲音 對 他就是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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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猴子 猴子 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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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某主 猴子 他在許淳美拳 對啊 你是